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跟同事间也要讨论 讨论一下这些数据合理 合不合理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还行 接下来就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数据可能算是造假的可能 那你就要通过科目之间的勾集关系去分析每个地方可能是造假 如果你是专业的财务员 学过财务 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看这些科目之间的勾集关系自己对比 发现本 而不是直接发现本 然后你也要与财务经理和财务的相关人员去进行访谈 去讨论一下他们日常的财务是什么操作的 是不是每笔收入都有相关确认流程 是不是每笔支出都有相关的评照和审计的前批流程 然后与相关审计师访谈 这个流程角度是站在投放的角度或者投资经理的角度 如果你是审计委员 你还要与相关投资人去访谈去交通 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当然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这个黄线以上 就是与公司相关人员访谈 这个徽线以下 徽线以下 都是与房地医的商业人员访谈 可见也可以可以可以 另一方面体现刚才咱们说的访谈重要性 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时我在全商讨访做一个收购项目的时候 我去找他们行业的一位知名商业公司 去跟他们的员工和他们的高管 去找这个行业去沟通 这个商业公司刚刚直接跟我说 你看一下这个公司 你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的风险要大 那收入情况很有水分 这个是找行业精英这种地方 那么很多人会给你一个信息 你要通过组合信息来判断这个项目 到底是不是可能出来 没有意思吧 就是你要从他上下游 从他的竞争对手 从他的客户 从他的这个内部人外部人 分别去获取信息 然后取得这个相关的信息进行判断 所以然后如果访谈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客户说这个公司虽然是我们大客户 但两个月没给我们钱了 比如说乐视他们口堆着几十家供服商 天天来给你家要债 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你给他上视频 去跟他访谈的话 供服商绝对抱掩一遍 你听都听不过来 所以说你去跟别人访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当然访谈过程不是我我跟你谈完就完事儿 访谈过程一般一般情况下 我说正确的访谈 首先要有访谈提纲 然后对每个问题跟你进行沟通 你有回复 我有录音 我要通过录音来整理 最后你要签字 我也要签字 这是一个正确的访谈谈谈谈 所以相对比较严谨 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上下由企业 联合这个目标企业来骗你 这也是正常的访谈 所以整个真正谈谈谈谈谈 你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识别企业出于真实性 以及它是不是反映了一些客户的问题 那么下面这些就是相对专业的一些财务识 相对专业的财务识 相对专业的财务识 我就简要说 如果大家学过财务可以看一下 如果没有学过财务 就简单听一听就好 包括这个审计报告 这个盖空中的元件 经审计报告财务表 以及附助 客户预告表 明信账 叙事账 贷款合同 以及贷款卡信息等的一些信息 每一项底下 以及它与各部分之间都有特别复杂的共同关系 有特别复杂的有勾集关系 如果你是财务人员 你应该去了解 如果你单看一项 可能这个是异常 如果你相互联系的分析 你会发现问题 你就会发现这个企业 到底哪个比方存在 暴涨这个分明 下来呢主要讲的讲究 企业相关的这个会计科目 尤其是核心问题的这个 尤其是核心的这个会计科目的分析 第一个就是收入 就跟我说了 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和利润 收入分析 你要把最近三点的收入 按照渠道 区域 按照普通的维度去划分 去分析 包括客户 渠道 各区域的收入大小 举个例子来说 咱们还是回到可惜麻花这个案例 向大家证明一下 我所说的每一段里面 都反映在最后的照顾说明书里面 我建议大家去 现在可以打开百度 打开百度搜索这个中国证监会 然后打开证监会的网站 就准备搜索开心麻花 你能够下载到 去塞点开心麻花招呼分析书 然后你可以看招呼说明书 你能更好地理解我收入讯号 因为整个招呼说明书非常非常长 内容非常非常多 我十分建议大家 如果你以后想我投行 我投资方向发展的话 去读几个招呼说明书 不用多读三个 从头读到尾 不算面 我相信你的水平 就已经能够 满足进入这些机构的出购要求了 所以能当局面试的学历能力过得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用多相关经验 这个 你有相关经验 会被你这个在找 类似工作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 刚才还讲到什么 人家讲到这个工作经验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相关工作经验 你要去这个机构去找工作 或者说你去这个工作的话 你是比较容易被录取 或者说去进入的 那有同学和同学和同学说 那老术没有经验 我想去怎么办 不能说总得有人 总得开始有地方给我提供的经验 对吧 那也可以啊 国家提供两条回教 三条吧 叫这个明确的路 首先第一条路 我不管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不管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你有这三条路 走通热喷一条 走热喷一条都 都是有很大可能的走通的 首先 这三条路的公图点就是你要考证 你要考证 第一条路是最有效的一条路 你要考证 你考过了CPA 你拿了证书之后 你想去投资机构 或者用工作 基本上是90%能够进入的 这个 这个机构非常看重 投资这个价值 因为CPA现在越来越难考 然后难度越大 这是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是这个 这个考律师 也就是私讨 这个你每年每年 每年有一次的考证机会 如果考过了私讨 那么你能成为律师 有律师算资格 你也可以去投资机构里面去工作 这也没问题 第三个就是可以考这个 国际上通用的一个证书 叫CFA Charged Financial Analyzed 就是做特写军分析师 如果你考过了这个 你也可以在国内的金融机构 拿到一份不错的职位 不错的职位 第三个为什么说这个 我现在来的考 因为他们的考试难度都比较大 非常大 不付出三到四年的努力 你是考下来的 如果你考下来 你去这些机构工作 没有问题 这些都是非常专业 非常技术的知识 如果你学完了 学通了 那么这些机构都没有问题 这同学刚刚问我CPA 是吧 我刚才说的CPA是第一条路 对吧 第一条路是CPA 我给你几个例子吧 我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因为我也考CPA 我考了几个 当时 但是我当时考过CPA CPA的二级 然后我觉得我CPA更有价值 因为全英文的 对吧 所以我就当时 当时我去考考面试的时候 老板 老板问我电话 说你有没有考过证书 我考了 我考了CPA二级 我还要五三级 我想把这拿下来 结果老板一听我说 你考什么CPA 然后这是原话 考CPA 考用CPA 考CPA 考CPA没用 然后我当时很震惊 因为我在我追学生的时候 我理解CPA 全球通用 后来没办法 我学CPA 学了之后我发现 确实在国内 如果你从事一级市场 像投行那种工作 你学CPA是非常好用的 里面的一些财务考试 里面的一些财务知识 是直接能够到你工作当中的 如果你从事的是二级市场 假如说你是一个基金投资经理 假如说你是二级市场 做普通交易 那么你学CFA的作用 要显著高于CPA 因为CFA里面的估值方法 以及相关系统性的知识 会对你的分析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一级市场更多的 尤其国内的一级市场更多的 不在于分析 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能力 什么样的问题 财务法律业务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力 比如说股存型的瑕疵 过去一些带池还没有还原怎么办 您帮我发了 那OK 你现在这个部门 让你把存在的瑕疵 全都在招股上 设计里面的理学对视 同时 你会要求他们股签一个带池协议 双方签一个确认函 确认股签双方 转让真实的意思表示 带池情况真实 没有纠纷 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解决方案 但是如果你不学这个 所以比较以后不学相关的那些考试 你就不知道怎么提供这个方案 啊 再比如说刚才说 你虽然同学竞争 你在国内也开简单 香港有快乐有效 怎么办 两个方法 第一要不你把香港的快乐有效 买下来成为期限的公司 和二为一 要么你就现在把香港的快乐套 给注销掉给关掉 它消失 啊 就这两个方法很简单 所以每一科技 都要相关解决方案在脑海中 这样你这样的话 当你去跟你的客户去谈 去谈的时候 当然选择你作为投行的时候 你才会认同你专业能力啊 是这样啊 我帮来刚才我给大家这个例子 我自己的亲身这个经历 有没有解释明白啊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啊 这个业务分析部分 如果你打开了这个招呼说明书啊 我建议你可以首先看一下啊 这种目录业啊 目录业 他有一个示意到盖栏 到发行情况 到风景因素 等等因素 等等开始啊 然后业委技术 全体的关联交易 总是坚实关系关联交易 公司治理 财务分析 关系分析 对吧 然后目的资金运用 就是这种资金运用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我筹这个钱干嘛用啊 我说我要建议剧场 我建议剧场 等等啊 然后主要事项 有关声明 我下面给大家找啊 是找一个财务部分 主要就是和主营业务相关的一些分析啊 首先先找一个主营业务收入啊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对吧 你在看在招呼声明书里面 主营业务收入里面啊 首先这个第三公司销售情况和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及收入啊 这张表变是了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剧目的图 啊 从2004年想吃麻花给你演了首次公演啊 累计推出了25部画剧作品 两部音乐剧两部儿童剧 其中10部以上特别至今仍在演出 并且连续两年实现了年底推出两部新戏的目标啊 29部是25加2加2 画剧的作品情况留下 等等等等啊 他就把它成立来到现在演出的一些话剧 全都都列出来了 如果你打开周围收入里面书你看到啊 那么我观众重点是说 这个他做产品他通过这个赚钱 你明白吧 通过这个赚钱 那么通过卖这些剧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开心妈欢的这个这个工薰演员 这是他从成立以来最核心级的演员 包括沈腾和玛丽等等等等啊 第二个呢 就是变成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收入 换业务类型分成了两种 一个是演出和衍生 第二个是影视和衍生啊 14年15年16年啊 中国这个上市场的规定 你要上市啊 必须必须公布最近三年的详细的数据 如果你上新三版最近两年 但如果你上主板必须三年 所以所以你看 今天是17年 那么开心妈妈 今年中期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照顾生的初识 所以他所以他的报告是什么 意思是11516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这三年收入怎么样 14年是1.5亿的收入 13年15年是3.8亿的收入 16年是2.9亿的收入 这时候你出不换数据 14年只有1.5亿 15年突然翻了200多 被增了3.8亿 16年又突然下跌出来 变成2.9亿 这是你初步的影响 但是你马上就会有疑问 哎 为什么他的收入有一个 多锋这样起伏呢 往下看具体的销售收入 你看每年多少钱 其中第三方票 平台收入占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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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你问我我就不会答 我就不愿告诉你这有商业机密 这不行 任何商业机密在证监会面前 在这个投影会面前都不是商业机密 必须有公布 是吧 如果你答不好怎么办 你答了但没答好怎么办 就会被否 所以说你务求详细展示 那么你看张沃书回书 他下面把那个14年15年16年 最主要的几部戏剧 前五年为自己公司的贡献收入 最多的几部戏剧全部都列出来了 拿15年的收入来说 贡献收入最多是乌鲁山莫决4700多 然后接下来这段就开始分析了 前五大客户主要收入是多少 变更原因是什么 是否存在增长依赖 其中哪个公司在我公司站的分合比较大 为什么 公司委托大卖网销售等等这些常见的委托关系 每一个数据 只要有一场变换都会说都会分析 包括刚才说的收入那个数据 因为在后面这边虽然已经列的比较详细 但是真正详细的分析在后面 后面有一个财务分析部分 刚才这个是基本的概况里面 那么财务分析我还要更详细的分析 因为刚才我说的 我14年的时候主要还是话剧 15年之所以一下子翻了两倍多 因为我一部下落色烦恼 16年之所以下降 是因为我16年那部驴的水 没有下落色烦恼收入那么高 OK合理吧 是吧 大家看到真正情况也是这样的 所以它收入水平是这样的 那么今年预计怎么样呢 今年现在这个 已经过16亿的票房了 已经超过下落的反倒 那预计今年的收入又会比 去年和前年又有更大的幅度的提升 所以 这个就是看起来会儿的一个详细的一个 财务情况 那么 盈利能力分析啊 咱们看招呼收入里面有一个盈利能力分析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课件里面主要有分析对吧 收入分析里面你看每一季度 141516收入分别怎么样 15年公司新增 这个业务收入啊 首顾下落的反倒取得14.4亿票房 然后影视减生业务收入较14年大幅增长 所有这些都是对他数据的进行的分析 这个就是我和他所说的这个啊 主营业务分析 就像咱们PP里面这个3.1啊 主营业务分析啊 你要记 然后你记住这个东西是谁写的 公司是不会给你写的 公司只能告诉你说15年是因为下落的反倒 16年是因为噘水 那么好 没有具体文字 你作为投行 你去你去找吧 你去写吧 这些文字都是投行在写 然后它下面这个15年和16年都提 眼上业务收入增长多少 原因是什么啊 原因是报告新的公司 不断配出新具 不拉不拉不拉等等等等 这些收入增长多少 新演出了哪些都完整的批论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有多少页是在给主营业务收入做的分析 将近三页满满内容都是在给主营业务做分析 分析收入什么啊 这个那个 大家也没 大家也不会有必要担心这么多怎么写 对吧 中国证监会有一个有 虽然它要求你大量的那个披露 但它有点好处就是 它对你照顾说明书 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节的架构 要写哪些内容都是给你定死了 都给你定死了 你看开心满花的结构这么写 写那一个表 然后分析每年利润增长 是每年利润增长还是减少 然后原因是什么 你去看任何照顾说明书都是这个结构 因为证监会有所你必须要那个结构来 你不用自己创造 你不用把成本部分写入收入部分后面那不行 你必须按要求来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些地方工作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模板 最关键的是 你对收入进行分析的能力 当然这个分析你要去访谈 访谈之后他们不知道 不然怎么可能知道一五年一六年 到底什么原因增长 什么原因下降 你需要做就是把它分析完 然后落到纸面上 好吧 然后接下来看照顾说明书 它后面有个成本 关于成本方面 每一项成本 你们拿课计码话里来说 每一项成本 包括制作 厂租 导演 武美 交通运输 服装道具 股权使用成本 等等等等都被出来了 数字多少 战肥多少 总额多少 下面影视的电影成本 制作成本 票房分成成本 宣传成本 剧本成本 以及其他成本等等 都被出来了 那都被出来了 所以说 如果你是学这个也好 做这个也好 你这些你一定要心里有一个很快的反应 到底哪些数字是多少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大家看那个3.1这个 客价里面有一个主营业 我去毛利率分析 在照顾说明书里面 50%多 你觉得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那么肯定就是要通过相关部门 牵官的手段来造假 如果说大家都是50多 他也是50多 OK 基本上说明他的毛利率是正常 那么再次比如说 下面这个影视级衍生 接近70%的毛利率 实际上非常高的 下面一点点解释 为什么毛利率会上升这么高 那么当你有疑问的时候 对于影视这一块 可能化剧这一块 国内找不出一个开心玩花这样的公司 而影视不一样 影视不一样 这个影视有这么多上市公司 你找花艺兄弟嘛 对吧 找花艺兄弟的财务报表 你甚至都不用看财务报表 你把年报拿上来 你一对比就能看出问题 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 对吧 包括你把其他的一些传媒公司都拿出来 把这些表一比对 如果你觉得找这些东西比较麻烦 你可以学习操作 试用一下万德和铜花顺 大家记住万德和铜花顺 这两个软件非常好用 可以直接把数据调出来 然后可以对比 那么这个客套里说 主要业务分析 主要业务成本分析 毛利级毛利的分析 刚刚都已经通过开心麻花的案例 给大家展示过了 所以后面这些销售成本分析 管理成本分析 财务成本分析 也都相应在招育说明书 接下来几个部分 大家知道销售分析实用吗 简单来说销售分析 就是因为我想销售这个产品 而产生相关费用 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我是卖花剧的 比如开心麻花剧 销售这个花剧的成本 有多少 我要去现场找你公司谈 你们想包机场 是吧 想买机场 那我出身的拆旅费 食宿费 这些费用都是我的销售费 对大家清楚了吧 销售费用就是 跟销售有关的费用 管理费用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是公司管理人员 我要宴请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比如做一些宴请 那我请一些朋友 我请领导来吃饭 我请他们吃饭 这些饭 大家有钱我要报销的 这些钱就是我的管理费用 然后 这个换句话说 就是说对公司管理 和日常运营的一些费用 那财务费用什么 财务费用很简单 比如说你从银行借钱 你借了1000万 贷款006% 你每年付给银行的费用是8万 这个费用就是财务费用 也就是说白了 你的利息费用 这个财务费用 当然财务费用 包括起来是一个细的分支 但是你基本可以把理解成的 利息费用就费用 你每年付给银行费用是8万 这个费用 只有小费用 但是我刚才所说的 只清一部分质点 并不是所有 具体怎么操作 大家可以去看看 去CPA里面的会计学 CPA里面的会计学